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竹端直述的相识 我们一起去中国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采访 后来竹端从杂志记者的岗位调到了朝日新闻的出版部门 负责编辑出版的工作 在这期间 他还帮我策划和出版过一本书 《歌舞基丁安耐人的365天》 这本书无论是在装针设计还是摄影等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的标准 今天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趣事 不过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还是先让我来打个广告 作为YouTube以来 我在我的视频里跟大家讲述了许多 这三四五年来我在日本打拼的经历 这些经历让不少观众对日本也产生了向往 纷纷给我留言 咨询怎么才能来到日本 事说再三 我决定与日本当地最大的移民机构合作 所以 如果您也想移民日本 或是来做一些投资 欢迎扫二维码与我联系 让我李小木来做你的日本投资移民安耐人 我在日本等着你们 话说回来 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在日本出版了21本书 《购物集定安耐人》的365天是我的第三本书 2003年 日本开始流行在网上写博客 在这股风潮下 我也开始尝试用日语写博客 具体形式是 每天写一篇日记 写一个小故事 关于我身边的男人 女人 关于《购物集定》正在发生的事 还有 我对中日局势的看法 写博客为我带来了很多好处 大概写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日文版的主编就找到我 希望我为他们写专栏 再后来 东京新闻和朝日新闻也来找我写专栏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杂志 也都来纷纷找我约稿 包括在帕金锅店里卖的赌博杂志 还有日本风食界的情色杂志 Besto Club 日本现役警察才能订阅的杂志 Bang Fan 以及小学馆篇保守的杂志 Sabio和左派杂志 Sugan Kinobi 周刊星期五 最忙的时候 光是在日本的报刊杂志上 我每个星期就要写六个专栏 其中那本以歌舞基丁为主题的情色杂志我写了十年 他们的稿费非常不错 也允许我写自己的故事 而美国新闻周刊 则是我坚持最久的写了整整的十五年 其实一开始写博客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过要出书的 但是足端让我坚持写下去 等我写满365天的时候 他要帮我出书 是在他的鼓励下 我才把这一年的博客写完了 差不多写到半年的时候 又有两家日本出版社跟我联络 一家是合出书房新社 一家是双业社 都想出我的这本书 但是按照一开始约定好的 我把版权给了足端 足端花了大量的时间 一整年都在忙我这本书的事情 我深有感触 好多作家离不开好的编辑培养 在日本每一个有名的作家背后 都有好几个编辑在支撑着 这些编辑不禁要负责吹稿 还要关心他的生活 他的家庭 一整年就围着一个人团团转 我认为期待完词让我找到一案的 我认为期待 所以很多日本作家和他们的编辑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 日本有两个著名的文学奖 借川奖和植木奖 每年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 记者都会第一时间去采访获奖者的编辑 就是这个原因 我还记得竹端做了二十几个封面的设计方案 供我选择 当时我还在购物技能街头上上班 我们在上高地咖啡馆找了两张大桌子拼了起来 把封面全部展示出来 选了两三个小时 最后才选择了现在的这一版 书籍是红色的 厚厚的书页向上了黄色 红色代表红灯去购物鸡丁 黄色则是因为竹端听我说 黄色在中国就是色情的意思 封面上有一张我的照片 一开始我还觉得彩色的更好更帅 但竹端从出版的角度来看 认为黑白照片更有历史感和故事感 他说黑白两道就是李小木的感觉 我说我是灰道是无间道 就这样在做书的过程中 竹端也跟我学会了不少的中文 为了强调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这本书的封底用中文写上了 歌舞祭丁安耐人的365天的字样 我要求烫金 竹端也满足了我的要求 在内容上每页都会配上一张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我亲自拍的 但不完全和文字相关 有时候甚至不发生在同一天 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365个文字故事 卖加400个图片故事 一共是765个故事 我写文字向来都是白无无禁忌 图片更是大胆的奔放 比如我和中国女朋友的裸照 和日本女朋友做爱的动作 都放了进去 这些内容在日本是可以自由出版的 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 有一件事让我对日本的出版文化深有感受 针对文字内容 他们都有专门的逻辑校正 不会出漏子 我记得我最开始在原文里写到 出到日本那天是个大雪天 我提着巷子从歌舞集顶走过 出版社就有专人去核对 1988年2月26号 也就是我第一次登陆日本那天的天气 然后告诉我 我去的那天其实并没有下雪 是两天前都已经下了一场十年未遇的大雪 我看到这么大的积雪 想当然以为是当天下的雪 但其实不是 当时的网络还没有发到到像今天这样 可以随时查询的地步 出版社是打电话去气象台赫时 诸如此类时间和地点上的细节 日本的出版社都是要一笑对准确性的 这就是日本人认真细致的做事态度 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说起写作有一个小秘密 想向大家透露 我其实是不会打字的 中国的拼音直到现在我也不会 对不起 写中文稿子的时候 我都是用手写的 有一次新华社一本叫黄球的杂志 向我约一篇购物鸡丁的稿子 六千字 我都是用手写的 整整写了十八张纸 传真给对方 对方的编辑说没想到李老师 那么大一个作家 还用手写 我坦白道 我不会打字 对方哈哈大笑 日语也是一样 我也不会打字 写歌舞基丁安耐人的365天 博客的时候 我找了一位日本女人 帮我打字 那是在我第四次离婚以后 在歌舞基丁安耐人的电影发布会上 遇到一位在日本电子台 做节目的单身女人 名字叫白子 发布会结束以后 我们跟相关人员一起吃饭 这时候白子小姐就来勾打 当时我正在考虑 在网上写博客 我立刻觉得她可以来做我的打字员 白子小姐是我过去的故事里 从来没有讲过的一个女人 今天报料给我的观众 在那一年 她陪我一起工作 也陪我一起生活 一般由我口述 她来打字 为了进入状态 我有时候边讲故事 边喝啤酒 男人嘛 酒后乱性 我不敢乱 但我敢跟她性 现在我脑海里 还能清晰地 浮现出那个时候的画面 我坐在椅子上 左手拿着啤酒罐子的手在动 右手拿着鼠标 在看稿子的手在动 下面是她的嘴在动 这就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我认为人有两种兴奋 一种是肉体的兴奋 而另一种是精神的兴奋 这两种兴奋 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 我是为了这两种兴奋 走到的今天 而在一个民主国家 在日本这样的国家 因为性自由和言论自由 这两者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自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中国我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 在日本我也只是一个大专生 为什么我能出那么多本书 被日本人认识到我 除了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也离不开 像竹端白子小姐这样的日本人 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通过和他们的交往 也提高了我在日本文化方面的 修养 除此之外 我也一直觉得 是好奇心和观察力支撑我走到了现在 这两个东西是我妈妈交给我的 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 观察到不懂的东西 一定会去问人 就在我55岁出我要参选的本书的时候 遇到我不懂的常识性的问题 我会去问一个年轻的编辑 对方很惊讶 李老师 这么大的一个老师 连这个常识都不懂 我确实不懂 但是不懂就立刻问 这是最重要的 话说回来 围绕着歌舞基丁安耐人的365天 这本书的关键人物 除了白子小姐和竹端 还有一个女人 是来自沈阳铁领的K小姐 她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很久 在中央大学读了书 毕业后 最早一批进入了资生堂工作的中国人 后来又负责资生堂在中国地区的业务 她年轻又从电脑操作 这本书里面的每一张照片 都是她帮我上传到网络上 并且发给竹端的 我每天要讲个故事 有时候她会帮我去收集背景资料 有一天我准备写文豪 亨利米勒的故事 是她从网上下载了 北回归线南回归线这两本书给我 当时我还自嘲我自己也是 亨利米勒作为一个美国人 因为宗教的问题逃到了法国 在法国出书三年后 才在自己的祖国出书 这跟我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我的第一本书 歌舞基丁安耐人是2002年 在日本出版以后 经过了许多的波折 三年之后通过凤凰卫视 一位老板级人物的帮助 她得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 写完歌舞基丁安耐人的365天 在写第四本书的时候 我找到了亨利米勒的最后一人老婆 日本女人德天宽子 对她进行了采访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男人 都喜欢日本的女人 包括披头师的约翰列伦 她的老婆也是日本人 不过在亨利米勒去世的三年前 这个日本女人就已经和她离婚了 后来她一直很元气的活着 九十几岁了 还在自己开酒吧 在弹钢琴 无论是白子小姐还是K小姐 她们都对我要爱慕自信 都希望能和我结婚 但在那年的十一月 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 我回了一次国 和莉莉拍了结婚照 莉莉就是围绕着这本书的第三个年 虽然她没有做任何具体的事 但一直在精神上支撑着我 这一次我和莉莉是在离婚一年多后 复婚的 这也是唯一一个和我结过三次婚的女人 我们俩的故事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讲吧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李小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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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